In one's way 我们知道呢 way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有很多 它本身可以当作方法 可以当作道路 也可以当作方式 那in one's way呢 你站在一个人的路中间 是不是就是阻碍某人去做某事呢 所以in one's way 中文我们就翻成阻碍某人做某件事 我们来看例句 If you want to achieve success You can't be beaten by difficulties Standing in your way 它说一开始给了我们一个指句 假如你要做这件事 假如你想要成功 achieve success 表示成功 达到成功就是成功的意思 You can't be beaten Be beaten就是被打败的意思 被什么东西打败 被什么东西击倒 就是be beaten 被什么呢 被一个所谓的困难 difficulties Standing in your way 站在你中间阻碍你做事情的困难 好那这边的standing呢 其实它就等于which 或者是that 后面加上stand in your way的意思 它把这个指句呢 把它变成了一个分词的方式 好所以呢 站在你的中间阻碍你去做的这些困难 你不应该被击倒 好所以呢 这个片语我们念成 in one's way 阻碍某人做某事